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首的直选 要求香港要民主 要求梁振英要下台 希望中国能够听到声音 这样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过期以来几乎人最多 我今天看人生人海黑黑黑就对了 人数当然是力量 另外是中国说他们的前军委会的副主席 也是上将 竟然贪污960亿 960亿是怎么开 重点是他是怎么去贪家960亿 不只这样 他还玩女人 那我们要想的是 中国解放军有那么强吗 为什么贪污那么严重呢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 马总统他正在巴拿马访问 但是这个八地里分析 分析顶 后突然像起党了 开始骂蔡英文 但是骂的又不是正确的 没正没记 所以这样的总统到底目的何在 今天我们要来分析 今天邀请的来宾呢 第一位是新北市市议员 要选板桥的候选人 何博文博女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是台北市议员 佟仲彦 佟议员 佟议员你好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 蔡黄郎 蔡伟 蔡伟 你好 大家好 另外是媒体人 王时琪 时琪好 主持人大家好 另外是东国大学法律系的助理教授 胡博言 胡老师 大家晚安 来 看这个 这个人呢 就叫做徐才厚 徐才厚呢 是中国解放军的上将 很大吧 很大 中国共产党军委会副主席 那他呢 请大家看 中国媒体今天转载 说他贪污960亿台币 博文960亿台币 960亿台币是天价 但是我觉得徐才厚涉贪落马 中国的高官无关不贪 你是淡江大学中国大学研究所 这个中国的高官几乎是无关不贪 徐才厚今天会中间落马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说 因为七一大游行这个部分 藉由这样的事件来转移一个焦点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 这代表徐才厚背后的那个派系 是视为的 怎么说呢 徐才厚什么都不是说 一个人凭空而降 我突然就当上上将 背后一定有人力推他 谁力推他 他背后是江泽民 他代表是江系人 可是现在江泽民的时代过去了 现在是谁 谁当组织 习近平当组织 不要忘了习近平他上任之后 他特别特别强调个什么 严打贪污 严打贪污当然不能打自己人 你说习近平周遭 严打贪污当然要保护住啊 可是严打贪污 打江泽民过去那个时代的人马 所以徐才厚 坦白讲 他是一个等于是打过去的 过去时代的那个小孩给大家看 郭文 我跟你说这样啦 我们来看他的故事 徐才厚是军委会副主席上将 对 他要提拔一个人叫古俊山 对 他是中将 对 那徐才厚也有10个小孩要够 他71岁了 你知道他够10个小孩的时候 古俊山送他的红包送多少吗 又看看 一两千万吧 两千万超座 两千万超座 我说的是台币 差五倍 两千万超座 两千超座是多少呢 差不多一千代表 一千代表 什么叫天啊 哇 红包包包一亿台币的 一亿台币 对 好 我们想看看 最保抵抗议 他没有 他是一张支票 哦支票 对 对 我想 你想看看 古俊山送一役 其他人呢 那越多啊 其他也要送啊 当然要嘛 还有企业界咧 这个时候你不做关系 什么时候做关系啊 他要不过一只只只只好近 对不起我补充一点 我们看这个中国军方 不能单纯从军方系统 我为什么刚刚讲企业界 因为中国军方 事实上经营很多的企业 是用他军事的力量 在经营很多企业 包括而且那个横跨很多 这个什么电信啊 工程啊 各方面 所以说如果他的一个下属 就捐他这个一亿的新台币的话 哇那其他的不 不晓得要多少 这古俊山是真正出来 惊出来了 对对对 惊出来了说 他就计资金的时候 我就送他这个 两千万超爪的 这个什么红包 对 那现在你要送 不好意思 我那时候 那个什么 就先冠的时候 就是他买的 他在卖冠 对对对 你还要補充什么 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 许柴后 啊主席的 江泽民 那时候江泽民 那时候胡锦涛 他是胡锦涛任内的十年 但是他又是江泽民的人 对对 江泽民安排在胡锦涛任内 所以他在那个胡锦涛的那十年期间 其实负责什么 监督谁 监督胡锦涛的任务 而且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因为中共是党指挥军嘛 军指挥党嘛 枪杆子很重要 他那个位置 其实后来还有谁坐过 习近平 习近平以储君的位置 去跟他share这个权利 所以基本上来讲 那个是江泽民放在那里 用来什么 监督胡锦涛 所以胡锦涛十年来做的不愉快 我们再想一件事好不好 我是中将古俊山 上将要嫁女子 所以我送一项去 抱歉 他借会再来 你们才知道说 中将在中国中将一个月薪水多少钱 薪水恐怕 他们薪水很少 很少 搞不好几千块还是人民币这样子 几千块人民币 他借要再来 对四个五十 所以中将也有很多朋友 少将赏的 少将就是上校赏的 就这样一直下去 层层往上送 其实你如果把那个 他贪960亿 几十几亿的事情 你把它搂出来 你感觉很恐怖的贪污系统 你知道吗 他有在卖官 这个徐才有在卖官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他960亿是怎么贪的 他刚才这个蔡委员说 这位会主席呢 这位会主席干净的 你敢相信 你敢相信 好 让大家收购公告三文件 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看透透 我们希望可以看得更透 那实在真的是我们真的不了解 刚刚讲徐才厚是上将 够一个女孩 只有一个中将送一页的红包来 这个中将一页要对来 古俊三是中将 他在2012年春节的时候被调查 结果他的豪宅在河南省的浦阳市 说去他们家抄家的时候 去中将他家抄家 说只他贪污的东西 物品用四台土六区战不了 四台土六区 然后他竟然对我说 说中国的女星他都完腻了 你觉得中国的中将都在做什么 你看到这种的国家 这可能也是炮兵力的 他们的土兵 土的关系还是有到差的 看整个社会 这种的中国最重要 老实说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委 这是位高权重 中国现在又是一个很重要 全世界一个军事国家 所以你看这个贪污900多亿 900多亿 这个几乎是无所不贪 不要说卖官 我相信他任何只要有接触到钱的部分 或者是他有权力行使的部分 都贪污 而且这个私生活的那么不检点 几乎把女人当成玩物 这个可以抗建说这种的军队 我认为是外强忠诚 这说要跟人家战争 我看怎么没什么可能 我觉得蔡委员 我们看得比较浅 他在嫁妻的时候 一个送一亿来 其他人要送吗 说实话我感觉是大家都要送 这个是做官方最好时 但是他们也有监察系统 他们有白雪球 监察系统就是什么 就是要看看这个人贪不贪 对不对 监察系统现在都没用 如果大家都贪在一块的话 当然就不会有检举这回事 而且中将不止一个 其中一个中将送了一亿 还有其他的中将可能也是送个几千万等等 少将 可能也要个几千万 少校 上校 上百万 所以钱财是这样累积而来的 你看中国每年的军事的预算经费都编得一年比一年高 说不定都 抽个零头而已 对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每一笔军费当中可能抽一点抽一点 然后就累积到了这么多的钱 而且你看他们的私生活 就是有这么多的女朋友 小三小四小五等等一大堆 就是说可见他们又贪然后又耗体力 中国就我们觉得说他好像对台湾一直都很有敌意 可是看起来他们的军力 军力很强 我们真的不能跟他打仗 小三小四小五那么多 小四体力好啊 就是他们的精力可能都花在小三小四上面 所以真正要打起仗来恐怕好不好弱 我们再想一个问题 他贪960就是今天贪贪吗 不可能 对啊好啊如果是贪很久才会贪那么多钱 不好意思啊他们的监察系统发挥什么作用 他们的监察系统 那麽就做样板嘛 不然就来了解说 这钱是怎样送这行情这样对不对 可能是在监察这一样啊 共犯结构 所以这也是共犯结构嘛 刚才我还在看 有一个叫前哨杂志 他说徐才好叫什么 他说叫做这些人五毒俱全啦 贪财啦贪酒啦玩女人啦 这玩女人又越陷了 刚才博文拿着衣服 拿着装品 可以拿给大家看看 说连周永康啊 也上徐的这个 周永康的情妇也上徐的床 所以这 徐才好的床 看这外团就好了 连这种 其实有时候说对这种 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说一个国家 在这里面 如果连军队都这样 那这个国家有多么的腐败 腐烂 连女人 女性 都可以这样共享 把女性当成物品 这样共享 又说 中国的女性很少说什么她没有玩过 玩腻的 那我问什么叫做她玩不腻的 还有共享 他抽号码牌的 这是什么国家 我跟大家说 我们先说贪污 生杂母我们待会再说 因为 习近平现在在抓贪腐嘛 随着我跟你说 我觉得贪腐是一种斗争手段 对啦 他只是借由这样的民意去斗 不是他的人 打击一击 以贪污之名 进行政治斗争 这可能是夺权 现在证实说 一个22岁的女生啊 叫赵丹娜 她在香港生日生一百亿的港币 一百亿的港币多少 陈姨是 四百亿的台票 这个赵丹娜 她是在帮徐才厚洗钱 20012年12月 她在香港待了大概两个礼拜 透过中国银行香港的户头 清洗八百万港币的黑钱 之后呢 香港司法单位 说她总共用了八个火头 洗一百亿的港票 一百亿的港票 结束了四百亿的台票 结果去向香港查到后 拿起来 扣押 你知道她多少钱交付吗 三千万港币 三千万港币多少钱 一二 一二台币 不好意思 一二台币交保是不是很少钱 你知道她多少钱 气保浅逃 哇 哇 哇 你听懂 就是哇 一一二我不要了 我要轻松 不在乎那一一二了 对我不在乎一一二 你想一想 那个事情闹多大 那不是人命就是钱 对不对 但是她在她在香港光洗钱 洗就是四百一百亿港币 这个是徐才厚 这徐才厚 这个古俊山有说 古俊山说 她好像有送徐才厚 这个一台车 那台车是变车的 他说有很奔驰 他说那台车 有百多公斤的黄金做的 哇 还不是一般的奔驰 黄金奔驰 黄金奔驰 是真的奔驰汽车 我们台湾有很变车的 只在里面放一百多公斤的黄金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现在光是讲那个 这个人叫做什么 叫做古俊山的 送给这个徐才厚的钱 他又送了 送给徐才厚四栋 上海的房地产 那他到底A了多少 另外 古俊山又送给徐才厚 三千六百万的人民币 三千六百万的人民币 就是8千万的台并 送给他四公斤 送给他 送给他 这个什么 一只免入里面 百多公斤的黄金 十个小孩 够十个小孩 送给他 两千万的超庄 OK 好了 所以呢 他现在查出来说徐才厚 贪960亿 我问你 古俊山贪多少 光这边加一加就好几亿了 古俊山他任职的单位 是叫做中共中央总后勤部 总后勤部 总后勤部 所以说这个是掌握军火后勤嘛 对不对 所以他既然说可以出手送长官 出手都出了 我看他本身可能会贪贪贪贪 他可能拿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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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三五长官 后手40董放在家里 对 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就有那少钱了 那 他说 这个 徐才厚 提拔古俊山 做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总将收多少钱你知道吗 收四千万人民币 卖官 四千万 两亿 这个代表 就是我买一个中将 那个是什么 我买一个中将两亿 他送徐才厚 毛泽东像 纯金的毛泽东像 你知道吗 送他一只杉 你知道吗 整个都用黄金做的针 针喔 大金船一艘 多大只 不知道他这没什么 大金船一艘 放在你们家 但是不好意思 这只针不开 因为这台海底就中了 沉下去太重了 太重了 他说徐才厚 带头卖官 他干脆有明码标价 将军 要成少将 一亿五的台币 一亿五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解放军少将 你不要以为他真的有 真的是靠私利上来的 不是不一定喔 再来说校官 因为有少校中校上校跟大校 中国有四级 那我们只有三级 他说校官 从2400万到4800万台币 那 中国 有标价 其实我要讲的是 讲这么多 只要讲中国的贪污系统 有多严重 我们不要一直以为解放军很强 我们不是说他不强 而是说他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只有徐才厚贪污吗 只有那个中将贪污吗 那这个其他人不贪吗 中国的白雪球系统 就他们监察系统出现多严重的问题啊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么根据 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 全球金融诚信的集团 所发布的研究报告说 从2000年到2011年 总共11年 中国黑金外流出境估计高达 3兆8千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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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喔 你要把它乘以30喔 这就是什么 大官都吃钱了 钱回出你 回出你国家嘛 他们说这个都是中 中央政府洗钱的名义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们贪污 中国解放军啊 好 请大家看 这也是国际新闻 你知道他们对法轮功下手 贪钱 贪外楼啊 解放军总后勤部 我们刚刚讲那个谁 古俊山啊 是解放 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嘛 解放军 总后勤部是活药 活灾器官的核心机构 99年 1999年7月以后 中共军方开始 接当时军委主席江泽民 在肉体上消灭 法轮功学员的目的 因此呢 军方从事活灾 法轮功学员器官 进行贩卖 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 得到江泽民的默许跟鼓励 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 跟国家资源 把到北京上访 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 跟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 验血编号 输入电脑系统 利用军车 军航 还有专用的警备部队 利用各地军事设施 跟战备工程 作为集中营 统一关押 统一管理 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 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 分管调度 运输交接 警卫跟核算 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里面 如果器官移植失败 被移植器官的人员的资料跟尸体 必须在72小时内全部销毁 整体的资料跟尸体 包括活人 焚毁都经过军事监管人员的认可 那里面有医生 有一些军人 如果泄漏消息会怎样你知道吗 注意看 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 关押 强制处决任何泄漏消息的医生 警察 武警 科研人员 恐怖 他说 军方高层通过总后勤部直接牟利 器官利润 卖器官的利润 不入军队的预算 他说 所以来自活灾器官的金钱 是没有成本的存利润 国际追查 这个机构在2012年4月 推出 中共利用前卫生部副部长 黄杰夫掩盖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调查报告 报告说 2000年之后 中国的器官移植出现 等待时间超短 充足的高品质供体 及移植手术数量猛增三个特点 诶 这样他也可以 你知道 他这是 总后勤部说 你负责 灾器官 你卖人 所以台湾卖人去什么 换肾 换肾啊 什么肝 那都是这些 我可以讲 我在大陆的朋友 他自己的经验 你知道吗 大陆其实是一个很吃人的事件 你要去换肝呢 你如果按照正常程序 基本上你要去医院 要先缴什么 排队费 10万块 而且那个不是一个顺序 是这间你也要摆 那间你也要摆 然后呢 他们觉得说 这间10万块 10万块 摆不到啦 他们就直接去哪里 无警总医院 拿20万块去摆 无警总医院跟他讲说 那你就对了 因为我们医院呢 按来源稳定 所以无警总医院 所以我们为什么贵呢 因为你拿一般10万块钱去排 你可能照程序 排5年 不知道排不排 你在我们这里 一年就可以搞定了 后来真的换肝成功 20万是人民币 人民币20万 只是20万是叫做排队费 排队费喔 手术费是没有算 可是那个排队费 所以他们排队费比别人贵 可是排队就有排得到 其实中国是来说 我们真的 很不理解 你知道吗 有我说的 这里有一个 是南方日报报出来 广东贸民市委书记 被调查贪污 罗应国先生 这是中国的报纸 南方日报 他说在他 价中收出上千万的人民币 还有近100伏的名贵字化 总贪污是16亿 10多个劳力士表 是个十足的大贪官 另外他有情妇 100多人 在他办公室后面收到的 跟女人出国的照片 58 58妇 还有近百个占有女性 议题的内裤 是一个炸贪官 各位你知道他只是一个 广东贸民市的数委书记 这个事我连听都还没有听过 他已经贪了16亿 他在法庭上讲的才是经典 查办我的人 难道你们就清白吗 你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 看看你们的穿戴 看看你们抽的烟 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 哪位一年抽烟 不得几十万 你们的工资够你们一年抽烟吗 这个都是他在法庭上的成堂证供 像我这种吉北的 谁不能随便公出百十来个 跟我一样的 这个太平常了 大家都是贪官啊 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要抓我 你自己清白吗 我是小虾米 真正的大贪官 你们有本事去抓吗 今天你们抓我 明天你们自己又得被别人抓 冤枉啊 这个就是一个市委书记 罗运国 他就可以睡一百多个女人 他就可以贪污十六亿 你看整个中国不是军的而已 人间的洞也这样啊 这种国家你看看 他怎么有时间办公啊 应该没有办公 他有一百多个后宫 然后还要陪他们出国去玩 然后还要想办法去搞钱 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些上面 他根本没有心力在办公啊 而且中国人民其实都知道 就是不管大官小官 他只要有个什么狗屁关系 嗯 他就一定是贪的 对 就对中国人民来说 这件事情是一件 这个罗运国还有一个全国人民禁止 就是实际现在讲的 他说都是腐败的 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心里面知道就算了 你不讲我 我就不讲你 你讲我 我必讲你 你要我死 我必让你死 这个就是罗运国先生在法庭上所讲的话 好 来我们再看 因为所谓的贪腐嘛 贪就是贪钱嘛 腐就是腐败 那刚刚啊 这个博文啊 有特别提这个照片 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周永康的前夫 周永康是谁呢 就是中共政治局的常委 好 那 这个人啊 叫做汤灿 这个女生叫汤灿 好 汤灿啊 说是徐才后 周永康 薄熙来的公共情妇 好 那 他已经失踪两年半了 他这个被爆出来的时候35岁 好 他这个在2011年12月最后现身中国的春晚彩排 好 春节晚会的彩排 到现在失踪两年半 那 跟汤灿一起上床的名单 的中共高官 有一说 说 不下一个牌 一个牌 一个牌 一个牌是多少人 一个牌 五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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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五十个超过 没有啦 没有啦 我在做兵的时候四十个 我做兵的时候 一个班是十个 四个班就是这个牌 就是四十个 四十个 你也做过兵吗 没有啦 我还做过牌掌 我那个牌 就差不多六十个有了 蛤 你的牌有六十个 对啊 我在外面 在北干 一班也有十个 所以汤灿你真是辛苦了 这个汤灿床上的名单有谁呢 2009年说 深郡市的市长许中恒也是 那还有谁呢 还有央视的台长焦立 另外还有薄熙来 还有周永康 那还有 古俊山又中奖了 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另外是徐才厚 啊 这个 你知道啊 徐才厚啊 帮了汤灿一个忙 就既然我们是公共情妇 他啊 在35岁的时候 他进入军队喔 入武 那他加入北京军区的 战友文工团 给他什么军衔你知道吗 35岁 少将喔 大校 大校 大校就是比台湾的上校高 比较高 定义差不多是准将 就直接跳到这么高的位置 对 然后享受副司长级的待遇 副司长级 副司长已经是少将了 好 毫无制度 毫无章法的国家 好啦 其实 其实我们讲这些 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不觉得说 其实解放军问题很重 嗯 因为动嘛 证也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整个中国你看起来强大 其实内部是很很腐蚀的 应该是 真的真正的要碰几的话 他或许是不堪一几 是很快就会劣劫 那再请教老师 那这个像这种办贪腐 越来越扩大吗 我觉得 我觉得目前为止 应该是越来越 不会扩大的 为什么应该大概已经办到最后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这次不是只有办徐才厚 另外还办了什么令计划 听说令计划也下台了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政部级 令政策也下台 对令政策不重要 令计划是那个什么 政治局委员 而且是 那个统南部部长 另外呢 还有两个国资委委 部长 国资委主席也下台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我看他已经最后 已经把周永康这套人马 都已经消灭殆尽了 已经把什么 你在原来在政治局的里面的势力 以及把军队里面的重要的势力 都已经消灭 剩下的啊 已经都去归顺我了 已经抓到这么 所以说我觉得 大概会断在这里 而且今天来讲难听一点 这因为习近平上来一年多 结果 因为他打贪的结果 所以大家不准请客吃饭 导致现在餐厅生意不好 所以经济有那个往下的趋势 我觉得 这个目前会把他说一下 诶 博文 一个情妇有时候 我们就不承计了 哈哈哈哈 百贵是要怎么应付啊 是你不承计了 哈哈哈哈 没有 我是觉得 没有 这很陷 就是说你想想看 他们彼此 时间怎么分配 体力怎么分配 怎么有时间管政务 管军务 显然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这些 所谓的贪腐的这些事项上 那最扯的是说 其实当然啦 这个女性她的 算是外型姿色也不错 可是你想想看 会搞到一个牌的这样子一个 这样轮流 这样彼此 所以其实他们 中国的这个军中 他们其实很团结 你刚讲说他们军心患散错 他们其实很凝聚 因为彼此 你是表哥 我是表弟 大家军中一家亲 不是这样子吗 或者意思说 其实按照这样的看 按照这样看起来 其实他们的军中文化很腐败 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中国其实很脆弱 你要知道 那个汤燦 据说已经被处决了 对 他在 他在 听说他在这个湖北 川岩在湖北 已经被处决掉了 对 因为他可能知道太多了 对 恐怖 这是一个什么系统 什么样的国家 透过这样的新闻 这个介绍给大家了解 我觉得台湾对中国的了解 其实不大 不沉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马总统 为什么他出访的时候 要痛骂蔡英文 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马总统现在正在巴拿马访问 但是呢 他在前天晚上 一上飞机以后 好 开始接蔡英文 一方面摘张高雄市政府 一方面说这个蔡英文 是暴力小英 这一次这个暴力他要负责 为什么他上飞机就骂了 我觉得第一个马总统 他其实一直搞错对象 就是他一直把蔡英文 当做他一个很重要的对手 那这一次他要出访 一上飞机就开始这样讲 我觉得啦 就是他的心理状态 可能有一点受伤 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在张志军 来到台湾之后 选择了不进台北城 然后也避免跟马英九做 中央政府官员做接触 然后反而挑选了一个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我觉得马英九的 他代表的国民党 他有一点觉得话语权 被人家分拾掉的那种 紧张和忧虑 所以他有愤怒 他觉得过去都是他们 单独垄断了两岸这一块的 不管是所有的交流也好 做生意啊 谈派等等 都是他们所垄断 可是现在对方 竟然要去跟民进党去面 面对面 就这对马英九来说 可能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他其实心里面 是有一股气的 那第二个是说 他不断的把暴力小英 这个东西一直栽赃给蔡英文 就是说蔡英文不再是你的对手了 你总是要赢他 你在口舌之争辩论上面要赢他 然后你在总统大选上面要赢他 然后现在你已经不再选了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 一定要立一个人形在那边 然后开始一直打一直打 我觉得他的心理状态是有问题的 就你是一个总统 你跑下来 就是你把你的身份降得很低 去骂陈局啦 去骂这个蔡英文 然后你实际上应该做的是去拼你的外交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完全搞错了自己的身份角色 如果你今天真心要去拼外交 你就好好的去处理你外交那一块 你就不要搞到说巴拿马的报纸也登错照片 把张志军以为是满一酒 满一酒 就有一大堆这种乌龙的事件 就让人家觉得说 很厉害的 总统没有在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他都只针对国内里面的政治的政争 去花心思想 奇怪喔 他们不要跟张志军说 面对台湾主权 你不能回避 不能姑息 不能相怨 一定要正式面对 他反而去骂蔡英文 我感觉他是在面对中国听的 就是说你看张志军来这 这都是民进党在操作的 民进党跟你们抗议啦 跟你们抗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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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是讲给中国听的 然后藉由某黑栽赃民进党 然后希望再取得两岸未来 谈判的那种主导跟主要力量 他就是这样嘛 所以他即使知道说 中山大学不是高雄市政府 唯一决定要在那个地方开会的 这是国安局还有警政署主导的 他知道啊 他怎么不知道啊 陆委会也承认啊 陆委会也承认啊 马上跟他打脸啊 但是他不得不讲 为什么 他就是生怕 在学运之后的这一波 马英九的这个影响力 开始跛脚 他也怕说中国看不起他 所以他藉由这一次张志军来 这样的一个冲突啊 然后去像马英九跟他泡沫 拔 拔你黑黑 你就是暴力的啊 你不能跟他说 你看这个不理性的啊 你来台湾跟我说就好了 他还是要垄断 跟中国交往的话语权 这就是他的目的 是 不是这么久来讨过 其实 马英九在说这些 是在飞机上头嘛 对 对 飞机上头讯息从哪里来 记者啊 记者 哪有可能 我是在质疑 他根本经过整套的这个 很细微的操作 包括张志军 为什么那些人 潑漆 对不 潑漆那些学生也说 去潑漆的这些人 他们都不认识 所以张志军要找什么 要找马英九算小 他如果要栽账要整套的计划 包括说 连去那補漆的 都有可能是马英九 叫人去找 吴老师 你刚刚有看到一个新闻 是一个人都要去那里四百块 有一个新闻说 走路公比四百块 比我们宣传两千块还低 所以这是不是马英九 整个来设计 所以这次他出去 他当然有很落寞的感觉 他觉得本来 哇 这跟中国说的 都是应该 他马英九应该国民党 这次对不对 张志军去高雄 他当然要想办法做一下 所以他怎么不知道 去这个地方有危险 他就知道危险 又叫人去给他破拆 你这四百块的新闻是怎样 你这四百块是说 我们之前不是传闻说 走路公领两千块钱吗 后来就有发现 走路公才领多少钱 才领四百块钱 其实那个是帮走路公讲话 尤其要自己买 对啊 这个现在是搞不清楚 而且现在颇七的是谁 没有搞清楚状况 这完全状况是一个避免的 什么人要去哪裡 什么四百块钱 他说是台商 台商 台商会鼓舞大家 然后呢 所以说 有发钱的现象 这样子被拍到 去欢迎张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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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去跟台商会 领钱 领钱 去欢迎张志军 去欢迎的 这个典容的 欢迎为什么颇有趣 不是啊 我是说 哪里的欢迎是假的啊 不是说是真心的啊 是真心的啊 是领钱去欢迎的啊 是动员的啊 如果没有靠动员 基本上来讲 不会有人去欢迎中国官员的 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 习近平啊 那个李克强去美国啊 或是去欧洲啊 基本上来讲 中国大使馆都动用非常多人啊 都说来有家 还有分籍 这个以前就一直这样子 所以张志军基本上来台湾 其实没有人会主动去欢迎他 一定是要动员 才能去欢迎他 他也知道台湾经济 没有好得分四百喔 他也知道台湾经济没好得分四百喔 对啊 他在台湾这么大厂 他以前 因为你如果分四百 这样刚好 不然你要李克强来 要分多多 所以说还是有基点 别的问题啊 OK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香港今天是7月1号 这个占领中环的大游行 今天啊 估计超过50万人 怎么来解读这样的意义 中国会屈服吗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今天在下午3点20分 香港的这个 占领中环的大游行 7月1号大游行 已经从违远出发 天气很大 今天我开车外面看 我的车的温度是35度 35度 但是 人潮汹涌 黑压压一片 整条路都很多人 这样 估计超过50万人 那 但是这50万人啊 请大家看 主办单位说 过去2003年 你知道那个基本法23条 超过50万人游行 第二年还有53万 接下来就少了 2万5万6万4万7万5万 可是接下来又多了 21万40万43万 到2013年去年是43万 今年再破50万 这意义大吗 意义真大 今日的香港 有人说明日台湾嘛 常常这样当成一个警讯嘛 香港人喔 在 刚刚回归 17年前回归 中国的时候 老实说 他们对政治是非常冷漠 但是 今天所谓真的 香港特首的直选 老实说他背后所代表的是 整个香港的生活品质的低落 工作 就业 所得 都 受到很大的影响嘛 这也说 所有的香港人都觉得说 如果再不站出来 未来 他们将 不只是上市在政治上的 一个一个一个 权力而已 他们 连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 都会受到影响 这有这么多人站出来嘛 所以 你就看到说 香港还是非常 强势的 中国官方还是非常强势 在对待他们 监狱已经腾出 三千多个空位 等着要逮捕这些人 这间监狱 我现在知道 赤柱马坑监狱 是啊 所以我们要对香港的 这个 今天的游行当中 我们要反思 台湾要走到这种地步嘛 如果今天不是他们的生活 受到极大的压迫 听说香港的贫富的悬殊 比我们台湾 还要严重 今天我们已经有公布了 我们台湾的贫富悬 百分之五的人 掌握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财产 对 香港还比我们严重 而且香港跟中国连结 中国人到香港来 几乎不设限 所有的中国到 大陆人到香港来 已经严重挤压 影响到香港人的生活品质 几乎 还没有做主 还没有做主 这个是他们五十万人站出来 最大的警讯 不过你觉得 他敢去抓吗 敢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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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如果人数够多 他是要怎么看他 他要去看他 重点是大家站出来 其实香港人 已经水淹到鼻孔了 我们在观察 台湾跟香港其实很像 你看香港过去 对政治很冷漠 我们赚钱就好 哪里管政治 现在香港人对政治超热衷 因为水淹鼻孔 台湾也常常选举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投资也同样 不用去投票 结果呢 你看台湾的政治 一天比一天糟糕 其实我觉得 我们现在在看香港 有人说 这个今天的香港 就是明天的台湾 我觉得今日的台湾 已经很像香港了 为什么这样讲 香港他们现在是选特首 我们现在明明是 自己选的总统 可是做得像特首一样 我这样讲 这个曾大哥你记不记得 其实以前我们在看 那个资料的时候 巴拿马曾经有一度是在 中国的外交部网站上 对对对对对 已经是中国跟他建交了 但是我们在怀疑说 巴拿马你到底是 跟中国有没有建交 跟台湾有没有断交 我其实我合理的怀疑 这一次马云九去巴拿马的行程 其实是中国安排的 为什么 如果今天巴拿马 已经跟中国建交了 他很多事情 你都会听这个中国的 否则为什么 我们如果真的 还是我们的纯友邦 怎么会我们的总统去那边 我们自己办的桥宴 不敢写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禁要 那之前马英九 对这很奇怪 所以其实我们都不要讲说 今天香港是明日的台湾 现在的台湾 其实已经趋近于香港 我们其实水已经快淹到鼻孔 哎呀人环球师傅 有说多少人 八十万人 你赢得过我三十亿人 十三亿人 对不对 所以中国会屈服吗 你即便那么多人出来游行 我觉得中国不会屈服啊 中国都会想说 反正两岸两岸事情 就要有什么 要有两岸人民决定 从香港问题 也不能有香港人自己决定 拜托 中国问题都不能有 中国人民决定 等中国人民可以投票 再来帮什么 香港人民决定问题 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中国统治香港 或是统治澳门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当初十七年前做学生的时候 我就认为说 早晚会对中国是一个统治上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这群人基本上来讲 他们的学士水损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经济情况也比较好 可是那时候经济情况比较好 大家希望借着跟中国大陆统一之后 变成中国大陆一部分之后 经济变好 实际上并没有达完这样的目的 没有达完这样的目的之后 这个情况会反而会什么 会大家有个背离的心态 等到背离心态出现 然后你又整个什么 他们已经是换了三任特首了 第一任特首从董的时期 就跟他这样讲说 董建华 在董建华的时候 未来在几年之后 我们的特首可以直选 第一人这样说 大家有个画大饼的想法 港人治港 然后以后可以自己选自己的港特首 第二任没有 第三任又没有 最后结局 这个不满的因素 完全会凸显出来 所以呢而且这又是加上经济不好 所以我觉得来个八十万人 一点都不夸张 我感觉 香港 总共八百万人都站出来 他也不会屈服 对 我想说不会屈服 不好意思 你如果站出来我就屈服 就给你值钱 我中国接我怎么管 没错就是说你今天跟我要 然后我就让步了 开玩笑我还有别的地方有麻烦 澳门也是个麻烦 然后还有 广东 对然后还有这个图博 东图爵 如果他们也在跟我闹 然后我中国就让我通通都要让吗 未来还有台湾问题 所以对中国来说他们他是不可能让步 所以这也是香港的悲哀所在 但是因为预测到中国不会让步 所以香港就不就不应该办游行办公投吗 当然不是 这个真的是一个尊严 就真的是你对于自由民主的信仰 所以香港其实他们在公投有将近80万的人出来投票 我觉得这件事情那个高度的就有高度的政治意义 就是告诉中国说你这一套其实是不行的 你这套在世界上面其实是很难被接受的 无论如何我觉得香港人就是应该要加油 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要的是一个更为 尽管是一国两制 但是要的是一个比较趋近于正常版的自由民主的 投票方法 可是那又怎样呢 这是争尊严的问题 还是不让你特首直选 对 但是他 但是香港人要有态度 就是如果你今天都不争的话 那中国就可以把你吃得更死了 就我猜以后冲城再更近 对 我就冲城再更近 而且真的没有